相关话题现在请进本台特议评论员苏晓辉 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晓辉你好 东东你好 伊朗突破油浓缩上线这一举动 您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那伊朗此举可以说是 对美国推出伊核协议一年的回应 那您觉得就是欧洲方面 现在是否还有可能扭转局面挽救协议呢 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开始突破伊核协议 这样的一个举动 让国际社会普遍表示 对这样的行动的遗憾 但是从这样的行动背后呢 可以看出国际社会真正担心的 是当前伊核协议并没有得到完整有效的执行 而这样的一种方式之下呢 伊核协议的前景是令人忧虑的 其实呢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呢 对伊朗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 在收紧对伊朗制裁的绳索 而对伊朗的经济呢也在进行围剿 所以在面对压力之后呢 伊朗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反制措施包括伊朗呢 可能会在未来更多的采取一系列的行动 对伊核协议中的相关的条款 保持这种不遵守的态势 而从现在看呢 伊朗呢已经打开了 不遵守伊核协议的大门 未来可能有其他的举动 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让我们感觉到 伊朗呢在采取一系列逐渐施压的方式 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其实可以看到的是伊朗其实并不想放弃伊核协议 而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争取其他各方对伊核协议的尊重 来尊重伊朗应该从伊核协议中所获得的红利 包括经济上的红利 而伊朗也强调呢 当前的一系列的措施是可逆的 但是尽管呢伊朗方面释放出了非常强烈的信号 但是如果美方和这个欧洲各方没有办法来满足伊朗方面的诉求的话 那么伊核协议呢只能朝着越来越黯淡的前景 不断的前进 在一个逐渐死亡的过程之中 而此时我们会看到呢 欧洲方面的做法和欧洲方面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呢欧洲方面呢已经就伊核协议的执行和维护 做出了一些努力 但从目前来看呢效果是有限的 一方面呢欧洲呢试图与美国保持政策上的沟通 试图说服美国能够回到伊核协议 能够呢考虑到欧洲盟友的安全关切 同时呢欧洲呢也在经济金融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 包括成立金融上的这种替代的机构 试图呢使伊核协议能够得以延续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伊朗方面已经明确的表示 对于欧洲的努力所产生的效果 伊朗呢并不满意并不认可 认为呢伊核协议带给伊朗的红利 在逐渐消失的过程中 伊朗呢必须采取更多的反制措施 所以当前呢应该说 大家对于伊核协议的前景 对于纽约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 都保持着高度的焦虑 请你以后再订阅我的股息